好了,我们进入下一个 这是神喜悦和不喜悦的失奉 我们需要分辨 我们失奉是不是讨神的喜悦 我们需要明白 我们的失奉是不是讨神的喜悦 首先,讨神的喜悦不难 因为耶稣特别的说 一杯凉水也不能不得赏赐 所以真心做了最小的失奉 你不是先去接待先去 必得他的赏赐 你不是一人 你接待一人 必得一人所得的赏赐 你找不到先去 也找不到一人 你找到一个小子 在他身上给他一杯凉水 也不能不得赏赐 是不是非常美好 所以耶稣说是不难 但同时我昨天说什么呢 你有罪的话 你继续犯罪 不悔改 神不喜悦 无论你做怎么大的失奉 你一边在家中吵架 你的家中没有爱 你就是 但是追求 适奉的果效 追求很多人 但没有追求 真的爱人 关心人 建立人的灵命的话 你的生没有处理的话 神不喜悦的话 你所做的是白做 所以这一点 我希望你们明白 就是说 有罪 你悔改 虽然能完全离开这个罪 但你继续处理 例如有些人有烦恼 烦恼 有些人来说不能一杀之处理 你可以每天说 神经营我 神帮助我 我今生就有平安 但你还是烦恼 你继续努力 继续努力 慢慢越来越少 烦恼 但这个过程中 你在处理 神就喜悦 但如果你没有处理 其实你整天都很担心 但你就 但你整天都去埋怨 都去怀疑神 觉得神不是爱你 这样的话 你的续奉不是神喜悦的 尤其是当人是在 明显的罪 他在说谎话 讲闲话 分裂教会 任何的 刻意犯的罪 他没有处理的话 他做这么大的事 神也不喜悦 甚至他可以 吸取他的救恩 因为耶稣说 这个有些人说 我奉你的名 传道赶鬼 行异能 但耶稣说 我从来不认识你 所以讨神的喜悦不难 同时我们知道 我们需要处理罪 但这个过程 你不能以撒几处理 神也喜悦 继续处理 我昨天讲到 可以刻意地 完成地处理 就是说 我很想骂这个人 但我知道骂人 是神不喜悦的 所以我马上处理 我用柔和的话更好 引导他更好 所以我就处理 我就马上停止这个骂人 这个可以停止的 我没烦恼 我马上不思想不好的东西 思想恩典 我就越多平安喜乐 越多平安喜乐 我就越来越少 这个烦恼 这个是可以处理的 所以我希望你们都是 这样刻意处理的话 你做什么小事 神都喜悦 是不是很简单 你会不会觉得 很难呢 要对付罪很难呢 但我们知道 罪必有破坏性 必有破坏性 你不能逃脱神的眼目 不能逃脱 所以我不敢犯罪 我也不敢 不敢 对任何人 有负面的想法 对任何人 有不饶恕啊 我不敢 我这样做 神不饶恕我 后果很严重 我所有的事奉 都是白做 是不是 所以这个明白这一点 我们就明白 处理生命的重要性 与神的关系的重要性 去为神而做 不是为 让人看见 所以我有些手不明白 有些 步道下 他们为人安受祷告 他们退远 你们有没有见过 有些人 他们退远 我不知道 为什么这样做呢 是让人看 还是让神看呢 神看到不喜悦的 因为他是为了 荣耀自己 好的 然后关里多前书三章 讲到这个 有些人的 侍奉是金银宝石 有些人是产物和解 将来都显露出来 什么是产物和解呢 为自己的荣耀 同时犯罪 不是跟从圣经 有很多教导 在世界上 是不是跟从圣经的 我举一些例子 在这些圣灵充满的 圣经里面 也有一些教导 是不是跟从圣经的 你听到 我希望你 会明白我的意思 有些人很容易说 很容易会常常说 魔鬼又攻击我了 我不知道你没有听过这些人说话 我今天有病了 魔鬼攻击了 我家中吵架了 魔鬼攻击了 这种 他们这样说话 他们这种想法有什么影响呢 这个影响是很多人都说 我不知道什么时候 魔鬼攻击 今天有病了 吵架了 有癌症了 魔鬼攻击了 这种教导是让人看到 魔鬼很厉害 我不知道什么时候 他攻击我的 我不知道什么时候 我会被攻击 所以我就很苦了 这个是没有信心的教导 但圣经的确有讲到攻击的 魔鬼来偷窃 杀害毁坏去踪击 但谁会被攻击呢 犯罪 给魔鬼留地步 但如果你听见神 尊重神 你处理生命 爱慕神 适奉神的话 曾经有人跟我说 你常常去宣教 常常赶鬼 魔鬼会攻击你 我说为什么 耶稣说我会传福音 耶稣就常与我同在 为什么魔鬼能够攻击更多 真的有人说 你常常为人赶鬼 魔鬼就攻击你了 耶稣叫我们去 信人必有神迹 谁让他们就失奉 我们赶鬼 耶稣要我们去做 为什么会有攻击呢 攻击是因为人有罪 不是因为我们失奉 这一点我希望你明白 有些人是这样说的 越大的失奉 魔鬼越攻击 有没有听过 你失奉很大 魔鬼就攻击你了 我说有罪就会攻击 没有罪不会攻击 你与神建立关系 但可能有些时候 不是你的罪 教堂里面有的罪 我们怎样说呢 帮助他处理生命 帮助他看到神的美善 知道犯罪必有破坏性 他明白 就会知道犯罪 必定不好 必有破坏性 后果 自负 你自己会面对 魔鬼偷窃 伤害你的生命 这个才是 攻击的原因 但很多就是 这种教导 好像无人无辜 魔鬼就 就攻击 这个是 不好的教导 令基督徒很怕 有没有听过人这样说话 有没有听过 魔鬼又攻击我了 另外有一个教导 也是我觉得是 不合乎圣经的 这是讲到 有些人 他们信主了 爱主了 尊重神了 侍奉神了 但有些 这族的咒诅 没有处理 他们就会继续 有攻击 有没有听过 他们就说 我要找 看是我的爷爷 奶奶 婆婆 哪一个有什么罪 没有处理好 我就有这个 家族的咒诅 这个教导 很危险 因为很多人就怕 什么原因 什么咒诅 有没有 什么咒诅 在我身上 他们的经文是什么 就是出埃及记 神说 犯罪 恨我的 我要罪讨他的罪 自负 直到上世代 后面说什么 爱我 守我诫命的 我要向他 诗词爱 直到 千代 我就问 他们 有一个人 很爱神 但他的爸爸 犯了很大的罪 有没有 家族救主 他很爱主 神要向他 诗词爱 直到千代 他的爸爸犯很大的罪 会不会带来 家族 救主 其实这个经文 没有说救主 是说 罪讨人的罪 罪讨 什么意思呢 这个罪的后果 罪的惩罚 不去救主 就好像神要 神不会救主 爱他的人了 是不是 这些罪讨人的罪讨人的罪讨人 加勒太书说什么呢 耶稣已经除掉所有的咒诅 他为我们成为了咒诅 所以我们已经除掉所有的律法的咒诅了 所以基督徒是没有咒诅了 但如果继续犯罪 你的家人犯罪 你的家人拜偶像 有物数 这些很多接触灵界的东西 你又跟从没有断绝的话 就可以因为这个接触灵界 就影响 也可以叫主 是因为你跟从他们的方式 在最终的话 但如果我们爱神的话 神就祝福直到现代 所以你不需要找 我的爸爸妈妈爷爷 哪一个有问题 当然你知道他有问题 你就问自己 我有没有被他影响 他的罪有没有影响我 我有没有断绝那些偶像 我的里面有没有 对这些偶像 还有一些留恋 有的话必定要断绝 知道这些是魔鬼的工具 所以我们就完全地放弃 这些所有的不好的东西 我爱神 尊重神 处理生命很重要 处理生命里面的负面思想 罪的话就不被影响 就不会有这个家族的咒诅 这个家族的咒诅 有带来人什么后果呢 他们很怕 到底 为什么我跟老婆常常吵架呢 我的孩子不听话呢 为什么我们都有病呢 是家族咒诅 他们就去找这些人去释放了 你的爸爸妈妈每一个 有什么罪 你去为他们悔改 但圣经的教导是谁犯罪 谁受惩罚 所以你就看自己的生命 与神的关系怎么样 你处理生命的话 不需要怕任何事情 这样的话 我们就很轻松了 其实我做很多宪教 我去过15个国家 我为很多人感谢灵 我在电话 电话也有为人感谢灵 我做很多 但我没有发觉有魔鬼的攻击 所以我觉得这种教导 这是令人惧怕的 我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草木和戒 有些人是用 不是用圣经的话语 而是用人的教导 传统 这些是传统 有些人是灵人派的传统 我是圣灵充满 但我不跟从这些传统 不代表我跟从灵人派的做法的 但我是圣灵充满的 他们很多人都有圣灵的充满 是真实的 但他们也有一些教导 是没有圣经的根据 所以草木和戒是什么呢 这是教导 有些人是 不是跟从圣经 或者是他们的生命没有处理 他们生命有罪 这些都会影响他们 所做的是尝不和戒 或者是没有怜悯的心 这是想荣耀自己的心 我们就问自己 我所做的是不是神喜悦的 神喜悦的 我就放心 我真心做的 也可以这样说 神要如果有什么地方做的不好 我对人有什么负面的看法 有什么不饶恕 请你赦免我 帮助我改过 我有什么地方看不到 求圣灵光照我 这样的话我们就放心了 我所做神喜悦 哈利路亚 哈哈哈哈 就可以轻松了 是不是 就不需要怕什么咒诅 这方面 也不用怕 我所做的是草木和戒 而且我相信 我做的每一件事情 都是神纪念的 当然我们不要跟神算账 不要说神啊 我传的福音 这么多次 我带了很多人信耶稣 我建议教会 很多方面 神啊 你要给我 天上大的赏赐 我们不能这样说的 不能这样说的 赏赐 是礼物 礼物 但的确是根据我们所做的 按照个人所做的 得赏赐 但这个是恩典的赏赐 不是我们配得 如果神要审查 我们的好行为 也有罪在里面 为什么我这样说了 你传福音的时候 有些人也会担心 他信不信 这也是罪 我们祷告的时候 也会担心 神是不是听我们祷告 这个也是罪 有些人也会好像 我这次做的很好 很厉害 也是荣耀自己 也有罪 所以我们 没有人去完全地 尽心 尽心 尽意 尽意爱神 完全地全心爱神 但我们求神赦免 神就赦免 我们就放心 神真的赦免 虽然我不是完美 但我求神赦免 我真的追求圣洁 我也放心 我做什么 神都喜悦 这样的话 就很轻松了 我所做的都是 尽营保持 神所喜悦的 我不用怕 但如果我们 反省自己的生命 我们释风的时候 我看到某一个人 我们看到某一个人 这个代表一个人 我看到的 他就不顺眼 这个人 不想见到他 这个就有问题 他有问题 是他的问题 我不能 因为他而 觉得不顺眼 这个就是 负面 这个就是罪 轻看人 这是罪 所以当你看人的时候 你看你的老公老婆 有没有 负面的想法 如果有的话 你需要处理 那你说 他真的有问题 怎么办呢 我接受他有问题 我接受他是罪人 但我饶恕他 我祝福他 我希望他改变 但我不会轻看他 也不会憎恨他 这个就是 正确的态度 他有罪 不要紧 教堂里面 有些人很软弱的 我知道 我继续帮助他们 但我不会 轻看他们 他们也是宝贵的 我说话的时候 我跟人说话的时候 如果 有些时候 我们师父都要讨论 关于 怎样帮助人 是不是 有人很困难 我们讨论的时候 去怎样讨论 这个也很重要 有些人讨论是这样 这个人真没有用 帮他 很多次都没有用 他不改变这个 这是 教堂里面 这些人没有用 这种态度 神不喜欢 但我说 他有这个困难 我们怎样帮助 是很难帮助 但 我们继续帮助 这个 心态就很不同了 虽然我们说 有些真的愿意 侍奉神 我放更多 精力在他身上 因为他是 好像 十二门徒 耶稣的十二门徒 放更多时间 在他身上 这个没有问题 但同时 这些软弱的人 我们也接受 这个非常重要 在我的侍奉中 有些人有软弱的 他们告诉我 我的回应 不会是 哇 你怎么会犯这么大的罪啊 你们这么严重啊 我永远不会的 因为我心里面定义 不要定罪 这个不是我的工作 我说 好的 你怎么会犯这个罪啊 你觉得这个罪有什么影响啊 没有电池 可能有人要去买这个 这个 两A的电池 现在时间差不多 有 刚才我所说的 就是 金银宝石的事奉 就是 真的有 神所喜悦的 结束 在里面 有爱心 有怜悯 接受人 虽然有人有罪 不需要我去定罪 我就是 接纳 但我 帮助他 了解他 为什么会犯这个罪 你知道这个罪的后果吗 你想不想改变 当他听到的时候 引导他 他会改变 这个是 这是用 游和的方法 好的 然后 上面 怎样 讨神的喜悦的事奉 真信爱主 你发觉 耶稣问彼得上次 你爱我 比这些更深吗 为什么问上次了 有些人说 因为他否认耶稣上次 这个有可能 同时 也会有一个原因 这是神要彼得 想清楚 你是不是真的爱我 所以耶稣会问你 你真的爱我吗 你就反思 我 我是真的看中神吗 我真的是讨神的喜悦吗 我真的生命 就是献给主吗 我们就反思 我们所做的 是不是为爱主 有些人 事奉是为什么呢 为建立一个大教会 让他成为一个伟大的传道 或者是做给人看 这些都是不是神要的 也有些传道是怎么样的 他们所做的都是 你要尊重什么 你要尊重什么 不需要带人去看到 耶稣的美善 去爱慕神 这样的话 因为他们与神 没有这个深深的爱 他们没有真的 啊 耶稣你这么美好 你为我钉死 你差点圣灵感动我 你带领我 我犯罪 你还是柔和的感动我 你永远接受我 你就美好 你又为我预备天堂 你又尽量我所有所做的 所以我想到你就喜欢你 我希望你 希望你将这个教导传开 我想到你 我就喜欢你 神这么美好 神啊 我要全心的跟从你 全心的爱你 这样的话 我们就去爱神 然后我们侍奉 就是荣耀神 如果人不去爱神 就是说啊 我信耶稣之后 就要尊重 尊重 尊重 这个就是诫命 但是律法 没有与神这个相爱的关系 最大的诫命 是尽心去爱神 全心的爱神 好了 诗篇一百二十七篇一节 若不去又和我建造房屋 建造人就去枉然努力 努力 劳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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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说 如果我们所做的 是为了自己 不是为了神 所做的 这是枉然 有些时候 我们帮助一个人 两个人 真心的帮助他 也是神喜悦的 不一定是大群人 你找到一些人 能够帮助 所以在你的群体 你看到有些人 有需要 你就帮助他 这个圣经吩咐的 你去做 也是神喜悦的 好了 然后诗篇一百一十五篇一节 以后啊 荣耀不要归于我们 这一点 有些时候 很难处理的 有些时候很难处理的 你为人祷告 他得意志 癌症得意志 哇 我很厉害啊 哇 很厉害啊 这种想法 里面啊 很厉害 很容易出现的 我们就不停地告诉自己 神啊 是你的工作 不是我 我没有能力 一致人的 是神 神啊 我要这样荣耀归于你 是你的工作 是你的工作 我必定要说服自己 这是神的工作 在里面 在外面 都是这样 例如我们请人分享的时候 也是这样荣耀归于神 荣耀归于主 哈利路亚神做工 神做美好 不是说 你看我祷告多厉害啊 你看看 哇 祷告他们都敬礼神了 这个就小心了 这个很容易 有些人会怎么样呢 你看我的小主这么多人了 看你的 这么少人了 人总不留在你的小主 但我的小主 人都停留了 这个也是荣耀自己 就是你做得好 你说荣耀神 感谢神 他做得不好 你说 有没有地方我可以帮助你啊 我什么地方可以帮助你的 小主啊 我愿意的 但有一个谦卑的心 我们所做的都是 不是我做的 是神给我们的 有一种谦卑的心 哈利路亚 这样才是金银宝学 在我的心里面 为什么我会这样小心处理我里面所有的一切呢 我就曾经告诉你 我们都建造在基督的根基上 如果我们建造一天 建造一个墙壁 然后第二天又猜尾 每天建立又猜尾 白做 为什么白做呢 所以我的心说 圣经有吩咐 圣经说很多话很清楚的 不饶恕人 神不饶恕 轻看人 藐视人 不看重神的儿女 或者是伤害神的儿女 因为神的儿女 这是神的殿 所以我伤害他们 这是神不喜悦的 我看到圣经的话 我就放在心上 我不能伤害神的儿女的 我就尊重 这个很重要 圣经说什么 不要荣耀自己 我就留意了 因为我知道荣耀自己 就白做 不但去白做 神就会说 我不喜悦你 神如果对你说 我不喜悦你 你就有祸了 是不是 所以我们就说 神啊 我不要你说这句话 我要做的每一件事 都是你喜悦的 是用你的心态去释放 不是为了自己 是为了神 所以我就 跟很多人沟通 辅导 我就发觉 人有不同的罪 我也留意 我自己有不同的罪 我就留意之后 我就处理 我就希望我们都是这样 留心 我们的内心去 有什么 亲近神的心态 有什么罪 我们都处理 这样的话 神就 喜悦 当我们处理罪 我们的生命就提升了 你们会不会觉得 是压力 还是轻松呢 我说是轻松 为什么呢 我知道我做什么好事 尊重神 神都喜悦 我什么罪 所以就处理 就轻松了 我处理这些负面想法 都处理了 就轻松了 我是没有压力的 但我问你 当我这样告诉你的时候 你有没有 你有没有感受压力呢 你们会不会觉得很难呢 不难 感谢主 这是重点是 你处理神就喜悦 你继续处理 然后 第六 彼得前书 五章二节 不要牧羊 在你们中间 神的群羊 按着神旨意 照管他们 不是出于勉强 而是出于甘心 不是为了贪财 而是为了 出于乐意 也不是杀志 所托付你们的 我们牧羊 群羊 这个包括 照会里面的人 也包括你的家人 我们的家人 也是我们牧羊的 也是我们照顾的 这个是 神托付给我们的 当我们 牧羊他们的时候 不是出于勉强 其实 很多人找我 很多人是 我不认识的 因为我在网上 很多影片 所以很多人找我 我这样我的电话 都放在网上 人都可以找到我 很多人找我 都需要时间的 但我乐意去帮助他们 他们不是我的教会 但不要紧 我是甘心 乐意的 为什么呢 我坐在他们身上 就是坐在主的身上 神就喜悦 所以是甘心 乐意的 有什么人 所以你见到 其他教堂的基督徒 你也可以鼓励他 但你不要说 你的教堂不好啊 不要 就是说 分享自己 怎样被神改变啊 更新啊 怎样神大大的 亲近神 怎样有力量啊 分享给他听 也听听他 与神的关系 或者是他 有没有什么困难啊 了解他的情况 可以鼓励他 帮助他 他虽然不是你的教会 你帮助他 鼓励他 也是神喜悦的 你不需要叫他 来你的教堂 但你帮助他 更爱主 这个是 我希望我们 更多人这样做 影响周围的基督徒 因为我知道 圣经已经清楚说了 必有许多人跌倒 在末后的预计 马太福音24章讲到 末后很多人跌倒 很多人离开神 很多教会里面 很多软弱的基督徒 我希望你们有这个心 你遇到基督徒 你可以的话 不要勉强 不要强迫 这是柔和的 让他们知道 亲近神可以怎样得力 可以怎样得福 去建立其他的基督徒 其他教会的基督徒 或者是你自己教会的基督徒 有些人说 这些不是你的群羊 但我觉得 在神的眼中 不是说你去 A教会 你去B教会 C教会 我去D教会的 你们ABC的 你们去地狱 不要紧 你们去了 我觉得不是这样的 在教会里 圣经里面没有说 别的教堂的 你不要理 但我们不是理他们 就是能够影响就影响 所以我觉得 有些时候 有些教会很强调 不要去帮助 其他教会的人 这个我觉得不需要的 因为在天国里面 我们不是分教堂的 我们都是合一的 但我们不是 拉人去我们的教堂 这个很重要 然后另外一个 不要杀志 我也见过 有些 牧师传道这样说 你们要完全地 圣服我 这个 教会里面有说 圣服 教导你们的人 但这个 我们要分辨 因为有些人 去到一个极 极端的程度 就是好像 要人完全地 听从他们 这是好像他们 好像 这是神的代表 完全地 完全跟从他 我觉得是这样的 教会里面 每个人都有 不同的恩赐 我们配合起来 但当然这个 带领的 教会的 是带领 教会 中人应该 顺服他 但如果别人 有提议 他应该聆听 尤其是同工的 意见 但有些 牧者 他们同工的 意见 不听 不听 你去听我 完全地听他 这个我觉得是 杀志 这个不应该有的 这个是 我们是 圣从神 完全地圣从神 人的话 是有条件的 圣经也清楚说的 圣从神 不圣从人 是应当的 如果人 不是跟从神的话 因为有些人告诉我 我的教堂的 牧者 有很大的问题 我说你 这个你决定 但圣经有说的 也要分辨 真心 仙剧和 假仙剧 圣经有说的 假仙剧 你看他的果子 知道他是什么 仙剧 你有责任的 基督徒有责任 分辨你的 教堂的牧室 是不是 跟从神的 当然 这不包括 他每一样的 缺点 每个牧者 都有缺点的 但如果他是 传的 不是真理的话 我们有责任 去与他沟通的 你不需要 必定要跟从 没有跟从 真理的牧者的 这个是 因为我们是跟从神 不是跟从人的 好的 然后 第七 真从神 与神有关系 这是说 如果 我侍奉神 但与神没有关系 或者是没有 正宗神 就不是神喜悦的 第八 有圣灵的果子 不是烦恼 不是苦毒 也不是压力 圣灵的果子 不是压力 是不是 但很多人 是很有压力 很紧张的 因为 不是圣灵的果子 我们 在神的 侍奉 是平安喜乐的 因为这是 神的恶 不是我的恶 是耶稣的恶 父我的恶 所以是 耶稣的工作 也是我们 受 我们没有 受割 我们没有 劳苦的 是神劳苦 然后我受割 神所劳苦的 有连续的心 是神喜悦的 看到人就连续 你看到有人 不同的人 在你教堂 你不会有 连续的心呢 然后第一 不求自己的益处 不计算人的恶 抱容忍耐 这个教会 很需要 因为人都有问题 很多人很容易说 这个人有问题 我不想帮助他了 帮助他也没有用 帮来帮去 都是一样 就没有耐心 但我们说 我们是坐在 主的身上 虽然他 有软弱 还是耐心的帮助 但我们可以 分配我们的时间 帮助谁更多 不要跟从世界的方式 不要效法这个世界 有些人的 侍奉的方式 是跟从世界的方式的 用世界的策略 或者是 用人意 用这种人 控制人 不是神 不是用爱心 不是用教导 不是用圣经的话语 这种方法 这个就是 不是跟从神的话语的方式的 我们侍奉不要用世界的方式 去跟从圣经的教导 熟悉圣经 我们每个人都多读圣经 熟悉圣经 十二 情谊的是 就是 我们侍奉的时候 我们生命有没有破口了 有没有罪了 这个我们讲过了 不多讲了 就是处理我们所有的罪 第十三 不论断人 这句经文很好 一起读 罗马书十四章四节 你是谁 竟论断别人的仆人呢 他或站住或跌倒 只有他的主人在 而且他也必要站住 因为主能使他站住 这里说 这是别人的仆人 你为什么论断他们呢 但这个经文没有说 你不能帮助他 我们可以帮助 但不要论断 不要定他的罪 他有问题 你就引导他 帮助他 有些时候他完全的不听 就需要处理 有些时候需要处理的 真的犯罪 需要处理 他不听话的时候 要停止事奉的 有些情况 就看他如外邦人 有些是 不同的教会 有不同的处理方法 有些是不允许他 再来这个教会 有些是不允许他领圣参 他就是 在非洲 他们有 有些椅子 叫罪人的椅子 就是这些人 都有些罪 然后 就允许他们坐在那里 但 他们是有些罪 所以 这些是罪人的椅子 非洲有 他们有这个方法 去处理 好了 然后 从悉尼 饶恕人 从悉尼 饶恕人 真的说 他的问题是 他的问题 我不需要 不饶恕 不需要 静看 不需要 反抗他 对付他 我就是 从心里 从心底处 去揶述他 曾经有对我不好的人 有些人去特意地 攻击我的 以前我曾经有这个经历 我的心里有这个心理准备 如果有一天我见到他 我会对他微笑 对他说 祝福的话 我有这个心 心态 因为我觉得 他不能偷窃我所有的 其实以前的攻击 反而带来祝福 以前我是在传统教会的 有人特意地攻击 然后我离开传统教会 但我的事奉更破大 这个就是 但攻击我的人 其实我都忘记 他的样子是怎么样 但不要紧 但如果有一天 我听到是他的话 我也会说祝福的话 这是我心里面 觉得不要紧的 不重要的 然后 乐意奉献和帮助人 你们要给人 就必有给你们的 这是 其实原文没有人的 在这里 你们要给人 这个原文是没有这个人字的 这是你们要给 要给 这个是包括奉献和帮助人的 我们作业人身上 神就加倍地赐给我们 这个是非常好的 你想一想 你帮助一个基督徒 神就加倍地连遥带岸 上见下流地 倒在你的怀中 他就将很多福气赐给你 所以我的心态是这样的 我见到人就帮助 我知道人有需要 我就定义要帮助 我知道是重要的 我定义去帮助 这个就是 我希望你们都有这个心态 就是说 我坐在人身上 神很喜悦的 而且是加倍地 加给我 但我做的时候 其实我没有想着 神你要怎样加倍地祝福我 我没有这样想 神已经给我很多 我真的很多很多 所以我去轻轻送送开心的 事奉 我真的很感谢神 现在神给我所有的资源 我有足够的 所以我事奉都是义务的 我现在所有事奉都是义务 神供应我的需要 也给我方法去宣教 帮助很多地方的人 我都觉得是礼物 哈利路亚 是礼物 也有人与我一起 好像这个姐妹是我们的群体的 都是一起的 哈利路亚 都是神吃的礼物 什么人 你的牧师跟我联合去礼物 感谢神 我都看没有是礼物 很多礼物啊 所以我都很乐意地付出代价 没有问题的 然后第十六 保守和为义 这是教会里面有什么人有问题 我们都不要分裂教会 我曾经认识有教会分裂 我是认识这些教会的 有些时候是什么情况分裂的 这是有些时候是 牧者的处理太强烈 然后有人反抗 反抗的时候他离开 就大了很多人走 他们就告诉人 牧者怎样对我啊 他们就跟着他走 当然这个走的人 不应该将这个情况宣扬 但他们宣扬 然后很多人就跟他走 我亲眼看到 其实这个情况神不喜悦的 我们分裂教会 神不喜悦 因为是神的教会 我们去分裂 如果你对这个教会不满意 你自己离开 不要叫人离开 你叫人离开 神叫罪讨 我知道有些教会 开始就是这样 他们不满意这个牧者 就告诉很多人 他们一起离开 开了另外的教会 在某方面有好处的 多一个教会 有好处 但他这样开始的话 神不喜悦 他的开始 神是不喜悦的 这也有 神可以罪讨 他的罪 所以这个 我在神里面前 我不敢做这些事情 因为我觉得是 神不喜悦的 然后十七 宁可让步 不为自己争取 不要自己伸冤 宁可让步 听凭主路 因为神说 伸冤在我 我必报应 有缘对你不好 不要怀怒 不要心怀不平 以至犯罪 这句话 有些 你没有这个经历的时候 好像很容易的 但你真的有缘对付你 我永远选择什么呢 我永远选择面对 跟他沟通 我永远不会逃避 为什么呢 我逃避的时候 主持续永远 一样罪 在这个照会里面停留 所以 无论是什么情况 我总是 柔和的面对 我永远不会逃避 我在照会里面 处理过很多次 缘与缘之间的问题 第一个人 第二个人 他们告诉我 另外的人 在背后做什么事情 然后我说 我跟你们两个处理 好不好 他第一个反应 不好 你处理了 他就 以后就 怀恨在心了 他就 不喜欢我了 就抗拒我了 但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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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在照会里面就 就有问题的 所以我 我 必定处理 处理的过程 我尽量 用柔和的方法 不要定罪 其实我 其实我辅导的时候 都是这样的 很多时候 通常是 夫妻有问题的 通常是 父女找我 妻子找我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 女性通常容易求助 男性比较难去找人帮助的 他们找我 很多 很多人 辅导的时候 很容易怎么样了 你这个老公 真不好啊 你的 他你的老婆啊 他说你什么 说你什么 这样的话 他不会听 我处理的时候 必定是两方面都听 我也看到 其实男女有分别 所以 相处的时候 不大是一方面的 通常 男性看中事情 所以沟通方面比较困难 聆听比较困难 很难了解别人的感受 女性容易 留意到感受 但女性容易被影响 也容易情绪化 所以 男性觉得 女性很情绪化 很啰嗦 女性觉得 男性没有反应 不会说话 我会说 对男的说 知道你困难 因为你的气质 有 对你的要求 你觉得很难做到 我会告诉他 我知道你的困难 然后我 看这个气质也说 我知道你的困难 我两方面都接受 他们的困难 然后我们去找一个方法 好不好 我不会让他们看到 我去帮某一方 我两方面都帮助 我的意思是 不要他们看到 我偏帮某一方面 我两方面都帮助 我两方面都不定罪 所以当我们处理任何人的问题的时候 两方面的 我们都不要定任何一方面的罪 这是我们怎样找出处理的方法 例如夫妻 很多人以为就是丈夫对自己好就好了 其实两方面都需要处理 丈夫需要聆听 气质 关心气质 爱气质 气质也需要学习处理自己的情绪 不用情绪的方法 跟丈夫沟通 也不用啰嗦的方法 这个方法必定无效的 没有用的 所以怎样 自己能够接受丈夫的忍弱 引导她 两方面都改善 通常婚姻两方面都有问题的 所以 家会里面的问题 也是两方面都有问题的 都是两方面有些不理解对方的地方 他们的沟通上有问题 然后发生问题 所以这个处理上 我两方面都不会偏帮 我都会帮助他们去 去 看到这个问题 然后同性去处理 然后 面对和处理问题 就是说 不要逃避 马太福音十八章所说的 好了 然后十九 正确的解经 这是解释圣经 我在 其实我在不同方面 看到什么解释圣经 不好的地方 或者是我听到什么教导 我在神学院 听到什么教导 我都会 研究整本圣经去找答案 以前没有电脑的时候 我是用一本书叫 圣经内篇 是不是 经文 那我就在里面去找这些经文 然后写上来去研究 但现在用电脑快很多了 我就 很多 教导 我听到 我就会 去思想 例如 恩典 律法的平衡 到底圣经是不是这样说 怎样平衡 我就去找 圣经去 找得案 我不会就是 听到 我就接受的 我听到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李宗盛